哈喽大家欢迎回到乐子频道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一些 适合中国农历新年的一些小配饰们 那我在元旦跨年的时候 有在我朋友圈里面分享 我这些非常喜庆的红色的视频 因为它里面可以刻字嘛 什么恭喜发财之类 就很有很好的寓意 当时就有很多人问我 哎这个很好看 因为它这颜色非常的正 它的红是红金是金 就是那种很正的红色 特别招人喜欢 那我只好今天借这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些 所有这些视频呢 其实是在那个Monica Vanilla 就英国那个小众品牌的PR送给我了 它送给我很多很多 所以我今天是选出它送给我这些 我觉得最适合农历新年 最值得大家入手 心价比比较好的 有几款呢 我就觉得可收可不收的 我也会跟大家如实的分享一下 那大家就是给大家做一些 农历新年的配饰参考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是你必入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今年是24岁啊 36岁这些本命年 你自己或者你家里人 或者孩子 那其实你这些红色 你肯定会买 对吧 你就不要买那些 什么Amazon那个 几窝的那个东西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建议大家还是收一些质量 稍微好一点的 那我先从这个红绳入手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最推荐的一款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 金条的这个红绳 这个金条的红绳呢 它是 它就叫小金条 它拿到手上 真的像一个金条一样 它里面是925的纯银 度18K斤 度的这个厚度呢 是0.25微米 这个厚度非常的厚 就是像普通其他手饰 镀金啊 它是它的5倍 它真的是 手上是一种 沉甸甸的重量 而且这个镀金 很圆润 很舒服 刻字是免费的 你可以选择 我就刻一面 或者我完全不刻 价格都是一样的 我建议大家刻满它 就是感觉 因为它这个 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案 你也可以选择文字 我建议大家选择 中国农历新年这个系列 因为它有非常好的寓意 它那个发财的发字 就像一个麻将 然后那个适时如意呢 是一个柿子的形状 还有鲤鱼 月龙门 还有一个元宝 还有一个龙的形状 你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刻满 而且它刻满之后 不是很俗气 就是其实是蛮小的 但是呢 你仔细看又非常的好看 而且刻的很精细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它刻的时候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细节的发财的那个地方 它外面是金嘛 这种很正的金 刻进去里面 丝丝的能看到 它里面是银 因为它里面是925银 所以这个寓意又好了 更加一层是什么呢 就是说既有金又有银 又有发财 又元宝 又有礼 月龙门 又事事如意 就这一颗这个小红绳 把你所有想好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 很看重的一些愿望 全部在里面了 而且它这个扣的条件呢 就是你的 对你的手腕的要求 没有要求 你是男的也可以戴 女的也可以戴 小朋友戴上去也完全没有问题 同样你这圆牌 也是三处可以免费刻资 圆牌正面 反面 还有它收口的 这个小金戈的 都是可以刻资的 我是比较喜欢 这种迭代的效果 当然你可以就是 我就戴一个 我觉得迭代起来 就感觉红色的面积更大 更好看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红色马脑的 小碎猪的这一个手链 然后跟这个碎的 这个马脑的项链 然后也是一套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项链 项链这个地方 它还是他们家的项链 跟吊坠是分开的 所以如果你已经买过 他们家项链的话 买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你可以省很多钱 它的吊坠是可以混搭的 就可以把它挂在 我之前买过的链子上面 这个是红马脑 这个地方也是红马脑 红马脑 都是这个天然的宝石 可以买一对耳环 然后把这个摘下来 然后当吊坠 你又省钱了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玩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怎么样 带一个项链 可以变成长短链 首先呢 你要找两个这个链子 长短差不多的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吊坠呢 抡到你这个脖子 后面这个位置 这是一条链子对吧 这是一条链子 把这条链子 跟另外一条链子 系上 然后呢 就是说两个交错链 然后这边的扣呢 勾到另外一条链子 然后你把它这样弄完 弄完之后呢 把它这样撞过来 这个时候呢 它们俩还是这样的嘛 但是你稍微来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一拉 它就变成一个长短链 你看我现在调的是 小心在上面 太阳花在下面 对吧 然后呢 你还可以把 小心 拽下来 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调节 长短大小 所以这种呢 如果你是这个迭代的话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但是大家就是要注意 两个这个链子要选择 长短一样的 分享两件优衣裤的东西 我真的挖到饱了 我觉得 就是女装区啊 已经被我挖的 就是没啥了 那我现在挖的就是男装区 哦 真的很好 第一件就是 我是要拿这个毛衣 这个毛衣呢 马上就是中国的新年 所以今天有很多红色的元素 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毛衣质量非常的好 很舒服 它是在男款区 女款区是没有的 我的这个号码呢 是XS 最小是XXS 我买的时候39 然后收到的时候 再看那个链接29了 所以大家一定去充这件毛衣 它单穿的就挺好看的 它还可以有个办法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配饰 直接搭到你上面的 外面的外衣啊 或者是你的衬衣 所以你是春秋也可以穿 然后冬天搞到外衣里面 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非常亮的一个一抹配色 今年就是一抹红色非常重要 你要不就是一个这个帽子 一个红色红色围巾 或者是红色的袜子 所以提到袜子 今天这个配饰区的袜子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优衣裤的这个袜子 这个袜子是个三件套 我之前呢是买他们家的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如果你有那个 lofer的那种鞋 比如说Prada啊 或者是这些Gucci这些lofer 他们家的袜子 搭配这些大牌的 完全没有什么违和感 就是性价比非常高 所以大家缺一个红袜子的话 真的可以看一看 今年你很多搭配 加红袜子还蛮好看的 就以往如果是本命年 你会觉得 啊这个红色好丑啊 就是有一点不情愿 又必须穿的那种感觉 但是今年真的不是 就我不是我的本命年 我今年都买了红袜子 我就觉得如果你上面是一个 红色围巾再搭一个红袜子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挖到了一件 非常宝藏的牛仔衬衫 也是优衣裤的 那在这个价格呢 还是在它打折去 就是原价是59 打完才12块9 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国家 有没有在还能买到 到买不到这个这件衣服 就是这件衣服呢 有一件现在新款 跟它是基本上是同款 我都买了 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呢 目前是在所有国家 都有的一件 它们俩的设计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是材质 这边是有一定的麻在里面 是23%的麻 77%的棉 那么新款的这个呢 是100%的棉 所以新款会比这个老款 更加的厚 露出来一个领子 露出来一个袖口啊 它是挺好看 单穿也很好看 而且男款的衣服 不管是什么牌子 它这个口袋 就是深不见底 特别实用 而且它这边有一个口袋 两个口袋 三个口袋 你看它反面 它做的这个细节 也缝得很好 就十几块钱的衣服 我就觉得这个 也太有良心了吧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 在男款去掏衣服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地方 是我觉得很难 女生驾驭的 就是男生的肩比较宽 所以包括你要买 很大的一个号码 才能让这个肩落下来 有一个比较自然的 这种弧形的 oversize的感觉 但是呢 这件衣服呢 它是一个插肩的一个设计 看到没 就是不管 是不是这种衣服啊 就是所有呢 女生去买男生衣服 只要这边是插肩的 这么一个设计 就是它没有一个明显的 我这就是肩 那其实号码对于女生 是无所谓的 你随便选什么号 我这是XS 你可以选XXS 或者是M码 都不会说 我现在在穿一个 不属于我的衣服的感觉 这件衣服就是你的 所以这是一个女生 去选男款衣服的一个 小小的小技 小tip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就是瑞典的 小众的品牌 就是这个手套 大家看这手套 已经烂得不行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 他们家的手套 因为这个手套 之前我已经戴了无数年了 它中间是这个羊绒 外面是这种顶级的 意大利的 纳布勒斯的小牛皮 所有的手套 都是在匈牙利的工坊 手工完成的 瑞典女王 长期戴的就是他们家 那我这个 为什么烂成这样呢 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 经常他的手套 老是丢丢三大四 然后他就用我这个 去那边堆雪人 打雪仗 都用我这个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好多年以来 这个就是长期 被水浸湿又干 又湿又干的 这个状况 即便它已经烂成这样了 我现在每天还是戴它 就是这个 你的实用率非常非常高 你戴上去之后 你的手依然是 显着纤细而修长的 而且它这边呢 是用的是磨砂皮 这个中间的这部分 外面是一个光面的皮 所以呢 它这个磨砂皮 有一个打阴影的效果 让你的这个手指 显得非常的纤细和修长 我本身是一个大的骨架 我是一个北方人 我的手不好看 我的手是很粗的 但是我戴上它之后呢 就是比我本身手型 要好看很多 这一款呢 就是瑞典女王的 完全的同款 灰色的 如果你是灰大衣什么 它就很百搭 它里面没有羊绒 这是另外一个质地 这款是可以水洗的 就是你可以往上涂洗手液 可以在水龙下 剪得这么洗 看我这个 这是本人直接的手 然后这是我戴手套的一个手 看一下 这是我的手 这是手套的手 显得我的手指头呢 都比较纤长 我这个也是一个老手套 带时间比较长 它显得我手比较长 而且你看我这样弄下来的话 显得我这个手呢 比例呢比较合理 这个手 我的手就是很丑的手 里面这个羊绒啊 也是很细致 到现在用起来 都觉得很亲肤的一个感觉 我当时买的时候 是200多原价买的 就这个除了瑞典女王 在带货 我所有的欧美明星 什么卡迪碧啊 什么雷迪嘎嘎 还有Kim 卡戴山 所有你能叫上名的都有 还有麦当娜 也用过他们家的手套 当时买的时候 是200块钱买的 现在呢 我终于发现了一家 呃 法国的一个 它叫Small Label 它叫Small Labels 它就卖一种很杂牌的 一个买手件 在他们家是可以达到五折 我就是全 所有全网 我只在他们家看到有折扣 我自己是原价买的 然后他们家有这种长款的 我不建议去买 因为长款的就戴上去 比较elegate 但是平时 比如说我穿个加拿大 俄的这个农服 我穿一个长款的手套 穿脱都不方便 是吧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德国的一个牌子 德国的牌子 因为它完全都不做广告 这有跟大家说过 所以它们的性价比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会通过我这个频道 带大家了解 更多的这些性价比 非常爆表的 然后你可以用很便宜的钱 普通的钱 然后买到非常非常高 质感的衣服 这副手套呢 也是来自于这个牌子 叫Kessler 它是一个家族的品牌 它到现在是第四代 还有另外一个叫Recon 它是慕尼黑的 那个是到现在是第六代 那个是一八几几年就有了 那这个呢 也是近百年的一个品牌 它非常的好看 就是你看它的红色 非常非常正啊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它这个羊毛 也是那种像毡子一样的 非常非常厚的羊毛 然后穿上去也不扎手 非常的好看 质量也是贼好 然后戴上这个 就是你整个新年的气氛 一下子就起来了 然后这个价格才三十出头 所以呢 这个就是性价比 真的太好了 如果你有机会来德国的话 很多商场就有卖 德国大型商场 都有这个牌子 或者你是直接上他们官网 你会说 不管你什么渠道吧 我会放到我哪里买的 我在auto买的 可以打个八五折 但是这个便宜太便了 真的打不打折 无所谓 就这个你们一定要去买 这个老舒服了 真的很棒 我的size是 所以拜托拜托 大家今天这两个手套品牌 你一定要去买 真的是非常 没有广告 今天真不是广告 手套不是广告 这个 手势部分是 但是手势里面非常的棒 接下来我们就到视频 最后一个环节 要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刚刚推荐了那么多手势 那我最推荐大家 无论如何要入手的最值得收的是怎么收最划算 首先因为你们之前在我上一期推荐的时候肯定都买过这些链子对吧 它这个链子是带吊坠的 但这一次因为他们带的吊坠都是可以摘下来跟链子这种混搭的 所以你已经买链子了 你不要再买链子了 你就买今年的这个吊坠 这个吊坠是最最划算的 红的红麻脑 手工切的 然后它的这个红绳是印度的手工编织的一个红绳 总体来讲你不要买这么三个 这个你就花钱花多了 你就买两个这个吊坠就够了 买个两个吊坠插到你目前手上的任何的耳钉耳环上面都是可以递加使用的 你除非你想带一套你买三个吊坠 如果你不想带一套你买两个吊坠就可以了 既可以当耳环使用也可以当项链使用 这个是你买下来性价比最高的 所有单款里面我最推荐的 凯特王妃的这一套 这一套呢我上次推荐完了好多人收了 这一套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 赶紧去买这一套 没有任何人说有任何的差评 这个就是壁入的一个耳环 还有它的配套的这个绿色的玛瑙的这个戒指也非常的好看 整个新年系列里面我最推荐的一个就是这个手工红玛瑙的红灯笼的吊坠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碎的红玛瑙也挺好看的 最必须要入的就是今年一定要讨个好彩头的就是它的这个红色的红绳 然后大家在刻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刻满 因为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你是发财元宝什么全都给它刻上就行了 正面刻完里面刻反正就是把这个最大化 把你的所有的吉祥都好的事情全过来 另外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金条分成小金条跟大金条 买小金条就可以了 我手上你戴这个小金条足够了 不用买那个大的 大的会更贵一点 这个耳环的也是所有明星都选了这一款耳环 因为它事实上也是非常的百搭 不管你是一个宴会啊party什么场合 包括你日常戴这一款也非常好看 而且它不挑你的这个发型 看我这么短的头发 戴也不错 然后如果你长头发也不住 我今天说的有点着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这个有电池没电了 它在不停的不停的红电池 所以我今天我看着这个红电池我就会有点发慌 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说的比较快 那我就sorry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另外呢今天还是有这个视频是有抽奖的 如果你对于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这个视频类的 你有什么喜欢的 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在这边抽一个 在微信那边再抽一个 然后同时送给大家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奖品啊 然后微信还没有加的呢 如果你已经加乐子团就不要再加了 如果没有加乐子团呢 加一下乐子团2 这两个微信是一样的啊 就是两个不同的账号 抽奖是同时的 所以你两部分加两个好吧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新的一年里面 事事开心万事如意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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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